中興林 楊桂妹和顏應文 三位事後營後們 這次不拿劇本 而是坐在小小板凳上拿筆刷 想畫出楊桂妹20年前的電影海報 只是要畫得傳神 可得要由大使請自指導 師傅 咖啡色是要怎麼調 咖啡色 這條 玫瑰紅 龍黃 這邊黑了 後來我發覺我問她三次 她都講一樣 玫瑰紅 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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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加一點龍黃 然後一點白 一點藍 我心想說 全部顏色都講一遍 後來我發覺那是比利是她的經驗 台灣國寶海報畫師 嚴正發售會超過半世紀 正回首把手教學三位老瘦女 全新時經營綜音節目 三十貼五趟旅程中 特別南下台南學傳統技藝 甚至也和國寶大師培養出好感情 這樣看就很清楚了 好 我看妳的圖片有沒有 漂亮 漂亮 把少年看得到 螺絲鬆掉的老花眼鏡 老少女們親自送修 就連手機 保護貼也都重新換過 除了要在旅程中 體驗人生圓夢 溫暖人心的過程 也是節目看點 有很多很有趣的人 就是很值得你走出去看一看 它也可能是我人生下半場 有開始轉變的一個起點 經過這麼多戰 我們認識這麼多人 當然我們被他們感動 所以三個老少女也是捐起袖子 跟他們一起做 戲劇大咖畫足蹤一十進 三位老少女碰撞出不同火花 收視也開紅函 但旅途未完待續 要用最貼緊生活的點滴 帶給觀眾更多感動 把新聞做報導 民生八方式 近在一小時要訂閱 不要忘記要按小鈴鐺喔